谁呀 谁呀 白石铺晚上不接单 你看看我试试 你 给我呀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啦 水亭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呢 是找你打一支末关 末关 不行 不行 爷爷不让我捧末关 他说我命格不全 命犯必缺 要是碰了末关的话 会逃不到老婆的 大不了 我给你当老婆呀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啦 别急 你哥哥 再等等 motivating 你 或者是 你 不 走 了 她 要别 看我 今天给白雪庭做末关呢 这要是被爷爷知道了 那会收拾我的吗 什么末关 爷爷 你 你怎么回来 这么早啊 今天 少废话 你刚才说的什么末关 说清楚 白雪庭昨天晚上 让我帮她打个末关 白雪庭 昨天白雪庭的时候 她就已经吹掉了 死的时候 还穿着一件红衣 昨天晚上见到的是立腿 不可能吧 爷爷 是不是看错了 臭小子 你还敢给我顶嘴 你看看这是什么 都变成黑色了 爷爷 这怎么办 这是白雪庭给你丢下的鬼音 她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 甚至还能缺你性命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天雪庭来找我打末关 然后 就是这样 你居然睡了个女鬼 你这是嫌自己命强啊 你本来就是个厉鬼 现在又要末关 白雪庭下 肯定出大事了 爷爷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只要没收她的定金 她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就是个鬼音吗 这个我还能处理 我收 你个混账东西 爷爷 他不就要一口棺材吗 你给他打出来不就得了吧 你等个屁 末关阴气重 落入女鬼手中 那就是中将家属 谁让想得住 不打这口棺材 你背起了约定 照样会死 爷爷 爷爷我不想死啊 爷爷你救救我啊 末关还要打 不然的话 那女鬼不会放过你 可是打末关的话 女鬼住进末关里 那不是更厉害吗 起码打官在这几天 他还不敢度上 你现在去平岗泽村头 找刘绝子 他家有一块祖传的阴沉墓 是做末关最重要的材料 必须拿回来 不然就无法摆脱白雪庭 你早晚要被他害死 这是三只引路响 你身上有鬼印 容易被鬼迷眼 一旦被鬼迷眼 就会步入黄泉路 这三只响给你引路 千万不能断 断了就回不来了 拿进沉墓 绝对不能让鬼拿到阴沉墓 拿什么 而阴沉墓 绝对不能让鬼拿到阴沉墓 绝对拿进沉墓 糟了 引火箱断了 这小子要步入黄泉路了 完了完了 阴沉墓箱断了 断了就不能回去了 这个怎么办 我不会又死在这儿了吧 平岗泽不能去了 回去找阴 回去找阴 这大碗热的怎么还有人迎亲 这大碗热的怎么还有人迎亲 好啊 去白家村娶媳妇 我要娶媳妇了 公子路叫 去白家村娶媳妇 起叫 去白家村娶媳妇 像不 我来了 叶火发纱 群蟹猪鬼 爷爷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乱葬口 我不是在娶媳妇吗 娶什么媳妇 那是厉鬼想扎你 救命魂 要你陪葬 这 这 这样子怎么变成纸做的了 真是跟死人做的灵匠啊 看来是我小乔白雪亭 那个女鬼了 这家伙这么快 就想要你的命 十有八九 是想要你的命来要挟我 让我给她做木棍 爷爷 爷 现在怎么办 我本来想做法 给你驱逐鬼印 现在看来不行了 先做木棍 走 去平康村 找刘穴子 找刘穴子 我穴子家出事了 走 刘大叔怎么上吊了 快把他放下来 你 哎 鬼印 是鬼动的什么 鬼 难道是白雪亭 很有可能 老刘还有钱 他用童子尿 你去准备一下 爷爷 忘了我已经不是童子了 成事不足的玩意儿 那就我去吧 哎 爷爷 你还是童子啊 修道这人 不泄源气 你在这守着 爷爷 把他扶起来 社会酒疯万鬼不成 老刘没事吧 老罗 你怎么来了 是 怎么又有股骚啊 刘叔 我们是来找你拿黑幕的 谁把你害成这样 女鬼 是个女鬼 是个穿红衣服的女鬼 那会儿黑幕还在吗 还在 我每天都放在裤装里面 还好 来 拿着 千万不能说是邪尊手中 是有一股骚子 不过还挺好喝的 这些有点上火了 老刘 那咱们走吧 去做棺木去 莫关一魂 金魂奉 爷爷 莫关呢 这就是 不是关子吗 不 莫关装魂 只需要这么大就可以了 金爷 你就把这棺材送到白家 什么 我 咱们把木关给她的话 那她住进木关里面 岂不是要引起大增 那咱不是死定了 我在这木关中加入了风鬼咒 只要女鬼敢住进这棺材里 那必然会封死在里面 但是在这木关交给女鬼之前 一定不能打开 打开就不能用了 记住 天亮机名之前 一定要交给这个女鬼 一旦天亮 风鬼咒就会失去效果 要是不能风影与鬼 一切都完了 这怎么回事 难道白家有喜事 白雪婷命运已经死了 大晚上的白家怎么可能会喜事 别来了 快点进 这是怎么回事 你忘了 我家小姐可跟你说过的 今天你来呀 她是要跟你成婚的 成亲 你们家小姐不是早就已经 难道 她是要拉我配迷婚 之前那个大花椒 也是白雪婷搞的鬼吗 姑娘 你说你来都来 带什么礼物 给我 不行 这盒子是我要给雪婷的 别人不能给 好嘞 我家小姐 在礼物等您呢 姑娘请 别人 别人 你在找我吗 白雪婷 你要的莫过 我跟你带来了 你不要害我 我不想跟你配冥婚 冥婚 你在说什么 你难道怀疑我是鬼吗 难道不是吗 爷爷说了 厉鬼拿到这末冠的是凶上加凶 白雪亭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摸摸看 你自己摸摸 我是鬼 你有温度 还有心跳 没理由 你再仔细看看 我像鬼吗 不像 难道爷爷说错了 罗言 把末冠给我吧 只要给了我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双宿双飞了 好啊 我也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双宿双飞 罗言 他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鬼啊 罗言 不要把末冠给他 这怎么有两个白雪亭 罗言 他是女鬼 他骗了你 你不要把冠材给他 你要是把冠材给了他 他会法力打责 然后杀光摆架成所有人吧 罗言 你千万别心态 快 把末冠给我 怎么会有两个白雪亭 到底那人是鬼呀 完了 鸡鸣了 天亮了 风鬼之后 不管用了 哎呀 到底给谁呀 来 赶紧把棺材给我 给谁 红衣白雪亭吗 对 他肯定是鬼 之前就是他给我中下的鬼印 把末冠给我 嗯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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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这是风鬼中 能把厉鬼封印在目关之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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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谁 这里面脏的是那个厉鬼 不是我 你放屁 那墓碑上写的明明是你的名字 你还跟白雪亭长那么像 你敢说跟你没有关系 哎 你别过来 我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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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稷儿女士 就过来陪我吧 大大恶鬼 得罗母关还不离去 到此 先定十虫 日凌酒疯 啊 啊 哎呀 爷 我只是想要莫关 你竟害我至此 你记住 后会有期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爷 那个女鬼到底跟白雪亭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她就是白雪亭 怎么有两个白雪亭 你胡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白雪亭 刚刚在这儿 刚刚那儿还有一个白衣的白雪亭 什么 你真的见到另一个白雪亭了 是啊 她还想要莫关呢 坏了 白衣家肯定出大事了 走 跟我回家 爷爷 白家到底出了什么事 白雪亭死后化作厉鬼 就是想要给你赔一婚 那个白衣的更加恐怖 你是说 那个白衣的还不是白雪亭 回家再说 闪开 你跟那个白雪亭没有发生什么吧 当然没有 那就好 那还有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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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说什么意思 那白衣白雪亭到底是谁 那个白衣白雪亭不是人 而是白雪亭的身体 给白仙给占了 那里面的就是一只白仙 那里面的就是一只白仙 白雪 想必你也听说过 胡黄白柳辉这五位仙家吧 这白就是白仙 是白家一只成了精的刺猬 这白仙估计是到了披了人皮的地 披了人皮才有人情 所以白雪亭死了 就是为了给白仙提供一个人皮 身皮 别停死仅仅是为了给白仙一张人皮 恐怕不仅仅如此 白家他们世世代代供奉白仙 白剑忠更是为了白仙甘愿献出遗弃 但是杀自己亲生女儿这种事情 还是太过害人 其中必然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这个白仙竹 这特别不是东西 连自己的女儿都杀 他要默关干什么 默关属于阴邪之物 无论是白仙还是红衣白雪亭拿到 都能实力大增 白雪亭被害了 自然是想拿到默关 这白仙棒 如果是白仙拿到了这个默关 谁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还好是白雪亭拿到了 还好还好 好什么好 你把默关交给白雪亭的时候 就已经天亮了 风鬼忠虽然有用 但是封不了多久 他已经记恨上你了 等三日后彻底摆脱风鬼符 先杀的就是你 到时候我都拦不住 爷爷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只有等到晚上 到白家找白剑忠去 看看那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白雪亭不会杀了我们吧 这白家是怎么回事 你忘了 白雪亭不是死了吗 他不是已经下葬了吗 那是他的医官主 在白雪亭的尸体十有八九 还在白家 如果那个白仙真的在的话 不记 就在白雪亭的尸体里 尸体还没有真正的下葬 这白布就不能撤下来 白雪亭的尸体的确是在白下 走 进去看吧 走 几位 家中近日发丧 不接待宾客 还请改日再来 哼 这个北楼还 家子还挺大了吗 继续跟他说 我刘卓子拿了 老爷吩咐了 你是个神 让你兵进去 哪来那么多废话 行不行我弄死你 住手 哎呀老刘 你跟一个下人治什么气 进去吧 好嘞 我就知道 北老哥不可能把我拒字买歪吧 躲啊 爷爷 我怎么看这白叔叔身上有个妖体 别说话 走 爷爷 这白五爷是谁啊 白仙家族一门妻子 这白五爷便是白家五子 我没有跟他打过交道 但是 我听说这白五爷 生性狡诈 很不好打交道 看来 这白剑忠跟这白五爷 关系很好啊 几位前来 所谓何事啊 为了你的女儿 白雪就在死请 我女儿已经走了 如果你们是来吊咽的 上诸香便可 如果是所谓踏实 就请离开吧 白老弟 另爱一身现在何处 我们上诸香便走 如果上香的话 让他去就可以啊 至于你们 就在这等着吧 我不行 行 罗言跟雪亭 从小关系就很好 上诸香也是应该的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好 白老弟 最近家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让罗师傅操心了 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那就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开口便是 宏观遮黑布 这是遮鬼眼 隔绝生人气 白雪中难道是担心 雪亭诈尸 不可能啊 雪亭的身体 不是被白仙给占了 这不多此一举吗 哎 爷爷刚才给我这张指数什么意思 是放在棺材底下 还是放在这 哎 不管了 就香炉底下 雪亭啊 有怪莫怪啊 看在咱俩关系这么好的份上 你不要害我呀 完了完了 白雪亭难道沾染我僧人气 要炸尸了 炸尸了 三清在上 雪浮震尸 雪浮震不住他 你是谁 快让开 这 这怎么回事 白剑中 用黑布封住了雪亭的灵魂 就是为了防止他诈尸 没想到 你一来 就破了他的布置 看来 你的命格 还真是非比寻同啊 跟我命格有什么关系 你跟雪亭的关系 很好吗 我 很好 怎么了 雪亭多好的孩子 就这么没了 真可惜 你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雪亭的小妈 胡媚娘 雪亭的小妈 我怎么也听说过 夫人 我能问您件事吗 你是想问雪亭是怎么死的吧 对 雪亭是怎么死的 她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 真的是白剑搞的鬼 其实 雪亭还有救 什么 雪亭你已经变成了力鬼 怎么可能还有救 雪亭魂魄未灭 尸体尚灾 只要魂体能够合一 自然是能够救活的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 愿意 为了雪亭我做什么都行 那你明天晚上来白家后村来找我 我教你如何让雪亭活过来 她解除了雪亭给我种下的鬼业 爷爷 爷爷 白老弟 既然小燕已经祭拜过了 我们就告辞了 白叔叔 您也别太难过了 您跟白夫人节爱顺便 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别走 白叔叔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您跟那个穿旗袍的白夫人她 哪来的白夫人 那不是雪亭的后娘吗 哪来的后娘 雪亭她娘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再娶过 怎么会这样 那我见到那女人是谁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她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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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鬼音竟然没有了 怎么回事 白老弟 这个孩子刚才啊 可能是眼睛花了 她跟雪亭关系那么好 雪亭走了 这孩子 已是有些牵手不了 我们就不掏扰了 哎哎 小妍你刚才烧香的时候 到底看见了什么呀 不可道 我呀 我就是雪亭的小妈 狐媚娘 狐媚娘 这是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啊 没听过这个白箭中 干什么气泡女人在一块啊 完了 我们先回去 又要看看这个白箭中 搞什么名字 雪亭 打一份净水过来 打净水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易亏白嫁 我给你的那张符纸 名叫千灵眼 通过那张符纸 就可以看到白嫁的情况 好我现在又去 爷爷 一水进华月千里亏千坤 清儿 爹 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他他他他他 果然是他 就是他害了白雪亭 这个刺猬就是白嫁 接着往下看 我倒想看看 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白箭中 你还真是本事大呀 你怎么出来了 你是不是见到罗言了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爷爷 这白箭中不是没有再去吗 这怎么回事 显然他们其中有人骗了你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想要干些什么 我跟他说了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阻碍我 我绝不会放过你 谁都不能阻止我 白箭中 我奉劝你一句 多行不义 避自避 跟白箭那种东西打交道 你可要小心 别被他们给玩了 你以为你就是好人吗 我也最后奉劝你一句 离我跟雪亭远点 要是敢怀我 别快又不留情面 雪亭摊上你这么一个爹 可真是悲哀呀 这到底是说在做什么 看不出来 但这些事恐怕跟仙家有关系 这怎么回事 不好 别查现了 爷爷 你有病吗 老刘 去鬼扶 放哪里了 在你屋子背包里 穿呀 好 快 这女官怎么回事 十八严重 她发现我了 这是在给咱们警告呢 她肥老汉 她到底想干什么 白总是说 她真的跟白鲜勾结 做什么上天喊你的事情 那个胡门娘 能够接触那个令鬼白雪亭 给你住下的鬼影 说明这家伙 我实力也不弱 她到底都跟你说了什么 对了 她说雪亭还有救 让我明天晚上去白村找她 不可能 白雪亭的淫灰已经变成了厉鬼 尸体又被白仙占据 怎么可能还有救 这个胡门娘可能有危机 她说这个白雪亭还有的救 这件事情很有蹊跷 如果白雪亭只是魂体分离 那还有办法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想去看看 我觉得胡门娘可能真的有办法救白雪亭 行 既然如此 那你小心 好 这个鱼片你拿着 如遇危险捏碎它 胡门娘 黑道 站在哪里 什么油店了 什么油店了 姑娘 这大晚上呢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唱戏 完了完了 我真是扰乱了这些鬼听戏了 夜班鬼戏 生人勿扰 子子初来驾到 还请见谅 小小薄礼 不成敬意 鬼戏没了 刚刚不是在外面吗 这怎么回事 我们这又是在哪儿 不许无理 这是鬼仙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雕塑就是白五爷 而白家五爷就是这种雕塑的雕塑的雕塑 占据雪亭身体的那个白仙 是他 这个庙是怎么回事 跟白五爷有关系吗 有 这五位雕像就是用来封印白五爷肉身的五位鬼仙 而这白五爷实力很强 五位鬼仙无访将其杀死 这才让他找到了白剑忠 白剑忠供奉白家五爷成魔 为了从白家五爷那里得到神通 不惜杀了白雪亭给五爷批人体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雪亭死的时候那可怜的样子 这个白剑忠太不是东西了 现在能够救白雪亭的就只有你了 可是雪亭已经变成了厉鬼 他还拿走了末关 要是吸收了末关的阴气 所以只有救活白雪亭才能够结束这一切 不然厉鬼吸上末关的阴气 凶上加凶 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 白家五爷的原身就在这小庙之下 只有取出白家五爷的原身 就能够破了他的法术 这 这怎么取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因年洋狱而生吧 你怎么知道 是就对了 我需要你的一滴霉心血 涂抹在这地雕塑上 然后砸了它 白家五爷就现出原身了 好 你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惨教授 不要理会 是你血液中含有黛煞因果 他承受不住 砸了他 住手 你要是砸了我 会被周围村子带来祸事的 白雪亭他不是被白剑中杀了 不要相信这妖狐的鬼话 不要理会 砸了他 只有破了道法 才能够救活白雪亭 他已经占据了白雪亭的尸身 时间一长 白雪亭的魂魄就永远无法回归本体 他就只能变成厉鬼 在外游荡 我是贼死贼他 我是贼死贼他 你是我骗子 雪亭就是你害死的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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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又先原刑了 这些庙庙怎么没了 道法被破 庙宇自然就不见了 而这棺材 就是存放白家五爷肉身的法器 成了 这样就能救雪亭了吗 没错 你放心 白家五爷的肉身在我身上 不怕他不就范 我让他离开白雪亭的肉身便可 那雪亭的魂魄呢 魂魄我会帮你找来 末关我也会帮你毁了 接下来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 雪亭 我一定会救你回来 爷爷爷爷 我破了那白仙的道法 什么道法 狐媚娘带我找到了白五爷的原身 她将白五爷的原身带走 就能让白五爷离开白雪亭的身体 她说灵魂她也能找回来 到时候白雪亭就能复活了 这么简单 对啊 狐媚娘好像本事很强 老罗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太顺利了 这白仙屁人屁 厉鬼说末关 这么简单 就能够处理掉 我们先把末关处理了 否则三天一早 白雪亭凶上加凶 到时候谁都收不了他 爷爷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末关现在正封印着白雪亭 要是动了末关 白雪亭几不是要出来 所以要找到极阳之物 来综合末关的殷勤 这样就能将末关破掉 避免三日后白雪亭破关 吸收殷勤 这样最好 狐媚娘将雪亭的身体给恢复 咱们将雪亭的灵魂给度化 这样雪亭就一定能复活了 度化她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只能暂且封印 不然白雪亭出来 现在的就是你 厉鬼可不会跟你谈什么感情 可是咱们去哪里找这个极阳之物 你去买一只大公鸡 要五年以上的 如果人家不卖 你就去三滴机关鞋 付给人家一只鸡的钱 大公鸡就是极阳之物 你懂什么 鸡过五年已成鸡 公鸡每天对日而言 吸收极阳精华 自然是极阳之物 还认识干什么 快去啊 这狐媚娘 真的是在包咱们吗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爷爷 鸡血取回来了 太好了 十五年的吧 那人说七八年了 成精魂 我们去找白雪亭 就是这儿了 我 哦 翻夏为什么要弄一个衣冠种啊 十一八九 这个衣冠种就是给白雪亭设立的 这尸身被白仙占据 灵魂没有载体 就只能立衣冠种 莫怪就在这衣冠种里 接着挖 挖到了 将机械地带上面 就能中和莫怪的引起 或许还能伤到那厉鬼 啊 那不会伤到白雪亭吧 他是厉鬼了 你觉得他还能爱你吗 少废话 递上去 哦 这怪他怎么裂了 阴阳相克 出现裂痕也是正常的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那现在怎么办 趁白雪亭还没出现 需要再次给他封印 神鬼七尺 金服从关 撑 好了 这些短时间内 白雪亭不会再出现了 如果狐蜜娘 真能让白雪亭复活 到时候再取关就行 把关再放进去 哦 这些短时间内 白雪亭不会再出现了 那那个机关线不是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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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服服委 去 哦 哦 爷爷 这怎么回事 我还问你呢 你买的是攻击还是母鸡 母鸡 不 攻攻击 我还特地叮嘱了 我检查过了是攻击 不对劲 白雪亭的魂魄怎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我明白了 白雪亭的尸体肯定出现问题了 才导致它的魂魄出现了溃散 周围出现的黑系 就是白雪亭的三颗气魄 怎么会这样 它的身体不是一直在白家吗 它有白仙守着 怎么还会出现问题 白仙 白仙 胡敏娘 你昨天跟胡敏娘 驱走了白仙的原身 胡敏娘肯定对白仙的原身 做了什么 才导致白雪亭的尸体 出现了问题 不可能吧 胡敏娘不是在救雪亭吗 是不是救人 你也不知道吧 爷 你看 雪亭的魂魄 不好 它的魂魄要回山 必须找一个器品 爷 这也可以吗 这个瓶子是装过鸡鞋的 如果是白雪亭装进去 那肯定是魂魄烟灭 那现在怎么办 你跟白雪亭有过福气之时 用你的身体 刚好合适 好 我 小废话 小废话 再整个白雪亭的魂魄就散了 我魂魄散了 谁知道尸体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金光疯磨 金疯风疯昏 三清疯昏剧 吃 臭小子 张帅 好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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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这怎么有两个影子 白雪亭的魂魄 只能在你的身体里呆过三天 咱们还需要给它找一个新的器皿 在此之前 咱先去一趟白甲 还想留穴子 咱一块走 不好 这里面有黑重的异器 不好 这里面有黑重的异器 是雪亭的声音 白雪亭事变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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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失变了 你没看见他要弄死你吗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眼睁着看着你们伤害他 怎么回事 不是白叔叔把雪亭变成这样的吗 老刘 快打回去伤 臭小子 快放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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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啊 真是在救他呀 那白仙不是在披人皮吗 雪庭到底是怎么死的 雪庭被邪煞给害死了 当初 雪庭的魂魄被那五只邪煞抄理 要不是白伍爷及时赶到 镇住了那五只邪煞 恐怕雪庭的魂魄 早就灰飞烟灭了 可即便如此 雪庭的魂魄 还是沾染了邪煞的妖气 变成了猎鬼 白伍爷 让我给他立下衣冠肿 暂时安抚他的灵魂 都怪你 再有两天 白伍爷就能镇上那些邪煞 可是 你居然破了他的道法 还让狐媚娘那个妖婆 踢到了伍爷的原身 狐媚娘为什么这么做 谁知道那妖婆有什么目的 现在 伍爷的原身被骑走了 这些邪税 肯定也被放出来了 不好 他们来了 这不是白伍爷庙里的那五个戏服雕塑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被白伍爷镇压的五只邪碎 红门娘破了阵法 这五个家跑出来 是不是对咱们动手呢 咦 这怎么办呢 那五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 就是鬼仙 鬼仙 老罗 你知道这是什么来头 大台唱戏 人鬼共听 有人唱戏给人听 自然就有鬼唱戏给鬼听 唱鬼戏的 就叫做鬼戏 通常都是一些生前唱戏的戏子 此后变成了泪鬼 鬼仙只唱戏 可是 眼前这五只鬼仙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这某个渣我可以进来了啊 伍爷 先生 好好 大当鬼市 速速离去 不然定让儿子 纷飞扑扎 好 老说 是奔着雪亭来的 请白五爷上身 罗家的小娃娃 我道法 要为祖国败价 你是不是要领夺刺我了 赶紧拿去 赶紧拿去 小灰魂 疯 那怎么回事 这是将白雪亭的魂魄 封进在你的体内 这样 那五只鬼仙 就偷不走他的魂魄了 伍爷 求求您 一定要救救小女啊 我想救 可是有人不让我救啊 谁 在下 罗家白石铺 罗十天 就前几天小炎做的事情 带着向您道歉了 算了 他也是被妖狐所利用 现在 我们先把眼前的事解决吧 那现在怎么办啊 这五只鬼好像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这五只鬼仙就是要取走白雪亭的魂魄 不达到目的 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什么 伍爷 不让他们带走雪亭的魂魄啊 放心吧 白叔叔 我就算死也不会把雪亭的灵魂交出去 白伍爷 你可以办法 有 不过 需要这小子的心头血 心头血 这怎么可能 心头血可是一个人的一身惊喜 会永存幸运的 无媚娘的妖狐 利用这小子的命格煞气 破了我的阵法 只有用存羊之血 才能令这只鬼仙退去 咱们这里边 只有这个小子的心头血是存羊血 除此 别无他法 我愿意 事情因我而起 我愿意承担 你等个屁 心头血一旦取出 你少说你要享活二十年的寿命 那又如何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让鬼仙离开吗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白剑忠 准备白雪亭的贴身衣物 罗世天 准备取血 小年 你长大了 知道自己承担事情了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衣服拿来了 我准备了 我准备好 走 好了 要出大户了 现在 能抱住雪天的灵魂了吗 没那么容易 这只是缓兵之计 你的纯阳雪 最多也就能骗那些血碎 三天 三天啊 这罗牙不是这么大的代价 就只能骗他们三天 纯阳雪 不是纯阳之魂 能骗三天就不错了 利用这三天 我们要迅速找到我的原身 或许还有办法 镇压这五只鬼仙 那五只血碎 到底什么来头 这次 多谢白五爷出手相救 事情还没了 你必须把我的原身拿回来 才能对付鬼仙 胡妹娘偷走我的原身 应该是回到胡家了 五爷 冒贝地问一句 胡妹娘也是出马仙 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他跟那些血罪有什么关系 哎呀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五只血罪背后 肯定还有东西在支撑着 啊 还有东西 不会吧 那五个鬼仙 已经那么回复了 这要是再有人的话 那可以多厉害啊 这事情要找胡妹娘问个明白了 这事情她肯定知道 剑忠 我把法力给你 到时候 你我能够随时联系 也可以请我上山 五爷 您不跟着一起去找胡妹娘吗 我的身体已经在她手中了 要是魂魄再找她 恐怕魂魄再也回不来了 原来如此 胡家的家主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你们都要小心点啊 我说过 谁敢阻止我救女儿 我绝不会放弃她 好不住那妖气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供奉仙家 仙家给我们法力 我们身上自然是必不可免的 沾染妖气 这绝对不是出马仙的妖气 这妖气有问题 不好 白五爷刚才给我传话 说她的元神出现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进去不就知道了吗 胡姆娘 我们知道你就在里边 你给我滚出来 这老白啊 你这气势汹汹的 来我们家找妹娘做什么 胡青涵 胡妹娘在这儿 让她滚出来 罗师傅 这就是你捡来的孤儿吧 来我们胡家讨媳妇来了 胡青涵 咱们之间就不用说废话了吗 快把白五爷的元神叫出来 白五爷的元神在哪 我怎么知道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你们家这个妖气冲击 怕是什么仙家 在你们家做了什么事情吗 说 胡妹娘在什么地方 都做了什么 胡 胡 胡妹娘果然在里边 让开 你和我在 我们谁都别相信 胡青涵 你知道你妹妹做了什么吗 她偷了五爷的元神 放出了五爷 镇压的五位主仙 不管她做了什么 我们谁都别想进去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乌了 跟她废话 三轻在上 谢我雷听 都别 Illinois 你个谁 这到底回事 胡青涵 你这个侯家真是好样的 你个个做出这种 有为天道的事情来 什么有为天道的事情 有道是人有人道 妖有妖道 本说的道 就违背着天道 胡青海世人 却长出了狠物 宁然入了妖道 为了顾谁顾腰的妖人 妖人 只要能达到目的 世人是妖主 弄辱我 我胡青海做的一切 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 你就变成了妖人 你妹妹 偷了白骨衣的原身 放出了鬼仙祸害乡女 你身为出马仙 所作所为和谈 对得起自己 那又如何 今天有我在 谁都不要进去 小子 事情因你而去 你进去 把白五爷的原神去出来 我 要不是你 哪来这么多事 你不去谁去 这是白五爷的法力 你带上他 就会请白五爷上身 记住 还不快去 遇到危险 记得捏起我给你的玉佩 有我在 谁都不要想进去 还不快去 好 我臭你大爷的 这个房间 柜子后面有个暗道 我的原身就在那里面 吴远 你在哪里啊 别管那么多 快进去 你 我臭你大爷的 哎 哎 果然有件迷事 聚音符 怎么有这么多聚音符 洪美娘聚集这么多音器 要干什么 聚集音器 难道说 这家伙想要将我的身体 做成傀儡 快进去 好 好 快进去 怎样 五爷 这怎么回事 这房间 这家伙 果然把我的身体做成我 这怎么回事 这家伙跟那家鬼仙是有的 有的 有的 狐媚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狐媚娘将我的身体做成我 肯定是给那些鬼仙住 那些鬼仙只有灵活 没有身体 那鬼仙获得您的身体 会怎么样 那些邪碎可能会借我的身体 成为真正的仙家 到时候实力大增 就算我家太爷过来 恐怕拦也拦不住这些邪碎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把您的身体拿回来啊 不要冒冷过去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打我 我的身体被控制了 还有可能是红妹娘控制呢 红妹娘 你是在找我吗 你是在找我吗 红妹娘 你怎么在这 你一个肉眼凡胎 看不清楚也是正常的 找我来干什么 我来找你要回百五爷的原生 原来你跟那些鬼仙是一伙的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能够救活白雪亭 你放屁 百五爷才是真的能救活雪亭 雪亭就是被鬼仙害的 这些我都知道了 但是现在 就只有我能救活白雪亭 你想要雪亭扶过来吗 我不会再信你了 你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给鬼仙做身体 才想骗我 铁铁在上 朱鞋不磨 磨磨破煞咒 金不破煞 爽死吧 爽死吧 五爷现在该怎么办 小心 五爷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可疑了你说 我的身体 不受胡妹娘的控制 是另有机人 不是胡妹娘认识谁 如果啊 我没猜错 这背后 有个鬼仙在这 那不是应该 被你的法座移走吗 说不定 鬼仙不仅仅是这种肛 还有鬼仙 哈哈哈 罗言 白五爷的神识法力 是不是在你身上 这又如何 小女子胡家二女 在此拜过五爷了 这家伙是在挑衅咱们 现在怎么办 五爷 你的身体我打不过呀 请我上身 咱们尽快借给这胡妹娘 好 草生洛言 请白家五爷上身 胡妹娘 你作恶多端 我今日必然灭你 这就是超过我身体的那个木 胡妹娘 你跟鬼仙勾结在一起 就不怕天理不容了 我才不怕什么天理 谁敢拦着我 我就杀了谁 五爷 罗言 今天对不住了 你们死后 我会给你们立碑的 五爷怎么办 对了 你爷爷不是给了你块玉佩吗 有他试试 爷爷 死袍天师 不可能 死袍天师 这不是你爷爷 这应该是你爷爷主上的 没想到你爷爷主上的竟然是死袍天师 什么是死袍天师 死袍天师 死袍天师是道士中最厉害的级别 就算玉派中只有一层气息 也能够处理眼前这个血液碎 鬼仙 杀了他 杀了他 鬼仙大人 你怎么样了 你的鬼仙已经被烧死了 死袍天师 以你们的本事 是没资格请的 这一次我认栽了 但是 你们给我记住 他的身体 我要定的 站住 不用追了 先把我的身体恢复 五爷 你的身体已经被做成我了 用你的血 我的血 有用吗 你的血中有破伤力 之前能够破掉我的倒数 自然也能够破掉鬼仙的傀儡数 可以了 走 离开这里 哦 爷爷 白五爷已经被救出来了 那个鬼仙木偶也被烧了 不可能 小美竟然失败了 我爷原神怎么样了 应该是没事的 这小子厉害啊 鬼仙都让他给处理掉了 这是爷爷给的玉派做的 那胡美娘呢 胡美娘跑了 她跟鬼仙沟就在一块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问她就知道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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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鬼仙成为鬼仙的鬼蕾 这 鬼仙 您各位怎么变成这样了 了解 没什么大事 说说吧 鬼仙什么来历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姓胡的 我警告你 那些鬼仙是冲着我女儿来的 我白军中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 她现在出了事情 我不能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鬼仙的事情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再说一遍 你这是干啥的吗 你放手啊 你妹妹勾结鬼仙 你竟然说你不知道鬼仙的来历 你骗谁呢 哎呀冷静一下 这鬼仙什么来历 对我也不是也不知道吗 她也有可能不知道 不出来 你最好跟我说庆祝 你别多乐静一下 他们为什么抓白衣银我不知道 哪是 我知道小妹为什么去找鬼仙 为什么 为了我胡家的保家仙 胡家的保家仙 你们胡家的保家仙怎么了 胡家的保家仙是不是没了 谁呢 我在胡家的时候 没有感受到仙家的气息 黄仙讨风胡仙败月 我胡家的保家仙 上次败月历劫的时候 恰巧碰到了天狗识月 胡仙败月历劫成仙 如果胡三爷度过此劫 就能够得到化香脱离妖道 可似乎天都不愿意 让三爷正道 竟出现了天狗识月这种异习 胡仙败月是什么 跟黄仙讨风一样吗 胡仙败月也是历劫的一部分 比黄仙讨风要轻松的多 如果是黄仙讨风的话 遇到有人不愿意刺风 黄仙可能会修为尽身 可胡仙败月就不愿意了 胡仙败月只需要在月下修炼 吸收月之精华便可 可是胡仙讨运气太悲了 天狗识月这样的奇观 导致败月失败 义气而亡 死了 应该是死了吧 你忘了这家伙身上的妖气 是啊 妖气就是这么来的 我将三爷的尸体带了回去 为了救活三爷 我将三爷还未彻底消散的魂魄 融入了我的体内 以吴之躯用仙家灵魂 尽后终胡仙海兜弹 请仙家魂魄 勇进一身 生命一顺哪 艺人 有没有形势 你死了 哥 三爷这是怎么了 三爷在你的体内 不行啊哥 你的身体承受不住三爷的魂 你走开 三爷的事情 不用你管 我能给三爷的魂 找个容器 你要干什么去 所以你身上的妖气 是当初吸收胡三爷魂魄的时候 他在你体内留下的 不错 三爷给我身上留下了他的妖气 还有他的法力 只有他的魂魄被小妹带走了 难道说 胡妹娘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复活胡三爷 小妹为了三爷可以付出一切 我猜到她带着三爷的魂魄 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想到 她竟然跟鬼心这成关系 事情就是这样 我也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为了小妹我别误选择 小妹跟我说 她将她的命和三爷的命连在一块 如果三爷魂魄消散 她也会死 胡闹 人和妖的命怎么可能会连在一起 这个胡妹娘 是不是爱上胡三爷了 胡说八道 我就是猜的 人妖殊途 你也圆哪 不是没有可能 这有一句话叫做 人远到了 党也党不住 小妹可能真的爱上胡三爷了 三爷 喝点水吧 美娘 别忙了 早点休息吧 我不累 我就喜欢在这儿 看这三爷 胡闹娘简直就是胡来 还有你也是胡来 碰上天狗食欲 那是她命中注定不能得到 逆雪耳亡 也是她命中该有 你们背迟天道 强行留下她的魂魄 甚至还想勾结那种 邪碎鬼仙 将向给胡三爷续命 行此道行逆施之许 难道就怕我这红顶吗 那鬼仙什么来的 我不知道 是小妹找的 不用问她这个 关键的是 后天鬼仙们 必然还会再来抢白雪亭的 雪亭 我绝对不会让鬼仙把你抢走的 可是 以咱们的实力 抵护不了鬼仙啊 如果我的身体恢复 那五个鬼仙不足挂齿 真的 吴言 让您的身体怎么才能恢复啊 我的身体被鬼仙魔 搞成这样 要想让我身体恢复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 神官天一 神官天一 那是什么 罗小子 你要知道 这千下自大 能人意识数不胜数 这千一神官 一人一鬼 一妖的谁人啊 神官天一 神官天一 神秘莫测 上一次 神官天一出现的时候 还是在十年前 想要找到神官天一 何其难啊 也许 罗延能做得到 我 没错 吴言 不开玩笑的 他连我的本事都没有学到 如何寻找神官天一 爷爷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去救雪亭 救雪亭也是救我自己啊 罗老师傅 孩子大了 你应该 让他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择吧 选择什么 你是阴阳破煞命 命格 与神官天一的命格相悖 要想找到神官天一 就要激活你体内的 阴阳破煞命 我只要布下阵法 吸引阴阳煞气入体 就可以激活你的命格 你就可以感知到神官天一之所在 这阴阳破煞命如果激活的话 罗延是不是活不了多久 这话什么意思 阴阳破煞命不仅仅破煞 也能够破服 无论去哪里都被世间所不容 所以 由此命格的人 通常没有长大成人的 那我为什么会能长大成人 那是我封了你的命格 不然的话 我说是我 十里八策的人 咱们都会被你说的 当初罗师傅逆天封命 在下十分的佩服 可是这次事关重大 还请罗师傅 全力的协助 让他自己选择 如果激活的话 我还能活多久 你放心 处理完鬼仙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封住你的命格 不过你要考虑清楚 你以后的人生 可能就是五臂三缺了 五臂三缺 枯瓦残缺吗 如果不处理鬼仙的事情 是不是十里八乡的人 都会出事 可 你还是自己想清楚 还想什么 他还能见死不救吗 不阵就不阵 明日午时 准备阵吧 多使我大意 阴阳俱煞 告急五星 煞气天来 破瘾属心 破杀 天狗吞日 我那个乖乖 没想到激活这小子的破杀命格 竟然能引起天地异象啊 这小子是天缺命格 破杀命格被激活后 咱们和他接触 恐怕也是要战战因果 怎么 人家都不怕 难道你怕了 我岂会怕 他为雪亭付出这么多 我身为父亲 能沾点因果又算什么 此次积翻命格 必定改变他的人生 吸收天煞入体 天煞 也就会和他的体内的力量 结合到一起 他就拥有了天煞之力 使他的内力倍增 只不过 他每次使用天煞 消耗的是自己的性命 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臭小子 快吸入这些黑鸡 这些都是围绕你命格的杀机 没有将他们吸收 才能破除命格的封印 身体内阴气欲结不散 虚脏在三寸黑泥之处 取黄泥三产玉坟顶 可保投胎顺利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里就是神官天一的医馆 赶紧进去吧 好 见过天一 你们来晚了 医馆规矩 晚上只看一例 你们回去吧 天一 百家村能感 鬼仙横行四猎相立 我的原神被毁 可请天一 破例一次 百家村 鬼仙 你们是百家村来的 你 竟然是阴阳破杀命 难怪你们能够找到这里 我们那里真的出了大事 还请天一破例一次 给白武爷看看身体 你 过来 你干什么 别动 阴阳破杀病还来我这里 是想把我这里毁了吗 不用别动 让天一帮你赞封命格 天官四伏 封杀困魔 封 这只能够封印 一小部分命格 天杀之力 你依然可以使用 如果使用过多 封印就会破碎 你的寿命也会急剧减少 最好 不要使用 多谢天一 你们为了鬼仙的事情 正是 所以今天 无论如何都恳请天一 施旧一次 明天鬼仙必定还会再来 如果我的身体不能恢复 那就无法对付鬼仙 这白武爷身为仙家 竟然低声下气地求神官天一 看来大夫的地位很高啊 天官禁忌不能破 每日只一只一粒 你这家伙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大老人跑过来就是为了求你 要是今天治不好 明天白家村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恕我无能为力 你 你不是天一吗 你能眼睁睁看着那么多的人 被鬼仙害死吗 你 算了 既然人家不肯施救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哪还有什么办法了 明天鬼仙就要来了 他刚才还说什么禁忌 什么禁忌 能比白家村那么多人的性命还重要 我不能出手 但是他可以 他阴阳破煞命天缺命格 你是说要把他教会 我学 阴阳破煞天官俱福 这两个命格虽是相克 但也相生 阴阳融合 便可短暂拥有天一命格 你想要干什么 别误会 我对你没有兴趣 是修炼法门 而不是你想的那种龌龊事 行 不管干什么 你先把五爷的病治好再说 等我一会儿 喝下他 然后我教你如何修复他的身体 这不会有事吧 臭小子 你还嫌弃我 没有 没有 天官俱福 阴阳破煞 命格相容 百无禁忌 魔鬼系 看来白家村遇到麻烦似了 这些鬼仙神秘莫测 您知道他们的来力吗 先治病吧 那 我应该怎么办 取三只白灵 燃尽取灰 以黄泥混合 哎 果然有用 真的好了 天一果然名不虚传 多谢天一 出手大救 既然这好了 就回去吧 敢问天一是否知道 那鬼仙的来历 可否告之一二 不知道 赶紧走 不送 伏爷 那个天一肯定知道鬼仙的情况 知道要怎么样 人家不愿意说就是有隐忠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先回白家 今晚 难免有一场恶战 这个神官天一 到底是什么来头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此人神秘莫测 只是知道 他能够一仙一人一鬼 如果这家伙能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 说不定真的能对付鬼仙 伏爷 您回来 伏爷 你的阴阳破纱病 已经被压制了 是沈观天一帮我压制的 伏爷 您身体怎么样了 还好 沈观天一把我的身体治理好了 太好了 这北伏爷身体康复了 咱们不用怕那五个鬼仙了 被压制了也好 说明这沈观天一也算是尽职尽手 对对对 那你们先忙着 我还有事 我要跟王管夫敲水去了 你们先忙着 伏爷 那您想好如何对付鬼仙了吗 上次我用原身压制 可惜被胡妹娘给破了 这次这招不能再用了 五个鬼仙实力很强 不太好对付 那该怎么办呢 他们今晚来 就是为了找白雪亭的魂魄 而且在白雪亭的魂魄 在罗岩的身上 如果我们把罗岩藏起来 他们自然会离开 把我藏起来 那鬼仙好像是能感知到雪亭的魂魄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吴鬼藏财 吴鬼藏财 您说错了吧 应该是吴鬼运才之术吧 正是吴鬼藏财之术 爷爷 吴鬼藏财是什么 吴鬼藏财 与你说的吴鬼运才 大同小异 都是利用东西南北中 吴鬼藏财 来施法的那种倒数 吴鬼运才是将周围的财运 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寻常人使用 通常都会发一笔小财 而吴鬼藏财 也是利用吴鬼贪财的性格 将财运藏于吴鬼之中 吴鬼就会将财运藏起来 通常都是大户人家 用于守财的风格局 防止要人破财 哦 爷爷 原来是这样 您会这吴鬼藏财之处 爷爷我行走江湖多年 当然会用 既然要施展吴鬼藏财 那就需要将你变换一下 让吴鬼觉得你是财运 而不是活人 那怎么变 用你的天下之气 再配合口诀 将你的头发和指甲 分成五分 放入这米碗当中 爷爷 这汪蚁是给五位裁鬼的吗 对 这叫鬼的饭 是专门给鬼吃的饭 里面踩入了你的头发和指甲 鬼就会认为是你供给他们的 天苍苍苍野茫茫 吴鬼在何方 吴鬼来守财 守得百年来 天上鬼心 准备好 龙虎之专门 龙虎之专门 读门 铁人 谁 神 龙虎之专门 佛人便残岩 无鬼招来 已经五十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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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不要抖 臭小子 千万不能动 大大腰碎 竟敢在害人 死 死了 死了 我们看好他 我去会合这些鬼仙 难道是鬼仙 还有鬼仙 那我这鬼仙也是被操控的 难道说 正主来了 小心 如果是正主来了 无鬼藏财 根本对付不了他 不 不 不好 难道是我眼花了 帅 你在看什么 好小子 快跑 那小子的无鬼藏财被破了 无鬼藏财 你这个老东西 能想出这个法子 还是有些本事的 你就是胡家的仙家 胡神 怎么可能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 我是死了 但又活了 干你屁事 原来 你就是这一切的幕后知 那些鬼仙 是你的手下 是 也不是 又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带走雪亭的魂魄 其他的 我不管 你们别招惹我 大家都安好 你放屁 你想要我女儿的魂魄 你做梦吧你 你既然已经活下来了 就千万不要再做这造孽之事 老东西 我做事 用得着你教吗 爷爷 雪亭的魂魄 就在你的体内吧 住手 小小出马仙也敢对我出手 就是你们家小刺猬来了 也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 那你要不要试试 这是什么 好无奴的黑色之气 你竟然觉醒了阴阳破杀命 你不要命了吗 比起没命格反尸而死 我也不愿意被你这个邪碎开死 就凭你 你以为觉醒了命格 就能挡住我吗 好 好 雪亭 我来找你 不走 白老五 你不是胡三爷 滚开 你是鬼仙 我 我 你是控制鬼仙的人 你们到底是谁 想用干什么 疯魂术 手段还不少 但是 不够 给我破 想破终魂术 不可能 多元 不可使用过得的天杀之气啊 你会没命的 胡美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胡美娘 你这是干什么 把雪天呼呼叫出来 胡美娘 你要敢伤害我女儿 我一定会杀了你 你出来干什么 三爷 媚娘 听话 把雪亭的魂魄 给我 我知道 你不是三爷 你一直在骗我 我没有骗你 把雪亭的魂魄 给我 你答应过我 让三爷活过来 可是 你没有做到 除非你能让三爷活过来 否则 雪亭的魂魄 我不可能交给你的 找死 真以为我不会杀你吗 那你就杀了我呀 我已经和雪亭的魂魄交合在一起了 你就算杀了我 你也解不开 我来之前 已经把那棺材打开了 你要再不回去 你编的东西 可就跑出来了 你 找死了 胡美娘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快把我女人魂魄放出来 如果我说我也是受害者 你们不会相信吧 能够瞬间破除蜂蜂树 又能取走白雪亭的灵魂 你的本事不小啊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能够想到 用心脏做成魂魄的器皿 这招谁交给你 这是三爷交给我的 本来我想用这一招 将三爷的魂魄存在体内 可惜再也用不上了 胡三爷 那刚才那个是 刚才那个 并不是胡三爷 应该是鬼仙背后的那个家伙 先让雪亭活过来 至于这个家伙 都给我上去 鬼仙 鬼仙 鬼仙谁呢 他我不能活啊 弄谁呢 先把他绑起来 压到柴房 好 我先弄他 嘿嘿嘿嘿嘿 你弄谁呢 弄的就是你 取一碗水 一根红绳 记载白雪亭的食指 红绳为桥 成过红桥 水管为野 红归自身 你打开 你会和美人一起 调帅 你会和美人一起 有奈良一下 把애型的信用 你不不离 你怎么会和美人一起 你是因为 这些什么事 员 原正在玩笑 硬了 我需要 那个 你不太好 对不起 那天我不应该不听你话了 自己跑出去玩 不怪你 即便你在家里啊 那些鬼姓会找上你的 不师父 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个胡妹娘不在这里 她跟鬼姓关系那么好 一定知道鬼姓的一些事情 找胡妹娘去 你在这儿好好陪陪雪亭吧 我们去就行了 你这个女人 也够歹毒的 跟鬼姓那种祸事搅在一块 再叫什么 再叫做 玉虎母皮 跟他们斗 你怎么斗得过啊 我一心只想救活三爷 没想过那么多 没有想过那么多 你以为这么一个理由 就能够迷补你的过去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不会原谅我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们能够把三爷的尸体带回来 带回了安葬 我们要做的事情 用不着你来安排 现在你就给我们说说 你做过的那些事情 那些鬼仙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要把三爷救活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胡三爷拜愿失败 灵魂就要溃散 本来我兄长想要将三爷的灵魂融入体内 可是我不愿意 我带着三爷的尸体和灵魂离开 我要找到救活三爷的方法 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只想让三爷活过来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 我竟然通过三爷的身体 感应到了一股神秘的召唤 难道 这就是能够救活三爷的方法 想要救活他吗 进来 进来我能够救活他 真的 你能够救活三爷吗 你在哪儿 你答应过我 你能救活三爷的 你是说山洞里的那五只鬼仙 那除了鬼仙之外 还有没有见他过其他的 有 除了鬼仙之外 还有一个金色的棺材 棺材上面坐着一个半人高的傀儡心木偶 除此之外 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人形木偶 有大有小的 形态各异 难道说那就是鬼仙所在的地方吗 那个山洞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那胡三爷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可是胡三爷呀 那个声音答应我 说让我把仙家的肉身找来 他就帮我复活三爷 可是我没想到 他所说的复活 就是把三爷的肉身给做成傀儡 现在三爷的灵魂被那邪碎给吞噬了 肉体也被他给占据了 现在我就算是想要把三爷给安葬了 也做不到了 那畜生竟敢骗我 那本来就是邪碎 那个山洞应该就是复印邪碎的地方 你竟然把希望的寄托那种东西追上 你真够愚蠢的 愚不可及 仙家的肉身 看来这些鬼仙士需要仙家的肉身 才能做成傀儡身 才能附在肉身上 那他们为什么会找上白雪亭啊 他们从山洞离开之后 就把三爷的肉身留在了那里 至于为什么要找白雪亭 这与山洞里边垫的棺材有关 那棺材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金色的棺材 上面画满了祥云土案 看着很是贵种 但这种棺材 不是寻常见到的那种棺材 这个棺材更大 方方正正的 爷爷 这不是棺材 是棺果 不错 这就是棺果 外面的是果 里面的才是棺材 金色的棺果 往往都是德高望重 或者皇室家族 才配得上的金色 还有那祥云图案 更是寓意着驾鹤西去 显示着棺果主人的身份不凡 看来那棺果应该就是那些鬼仙的源头 走 我们去找那个山洞 那个山洞可万万不能去啊 那些鬼仙可都在山洞里啊 对啊 罗罗如果再遇见胡三爷的话 对方不会轻易忘过咱们的 怕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山洞就是个墓葬 墓葬 不可能吧 哪有墓葬葬在山洞里的 我根本就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 不代表没有 藏经之中 洞葬那是最古老的安葬方式 与天葬齐名的 至今有些山区还依然延续着这种古老的洞葬方式 那可是遇见那些邪碎的话怎么办啊 那东西就算是用了胡三爷的肉身也始终是个邪碎 那你没去吧 我就不猜祸了 我还没娶媳妇呢 那留书留下 我们去 死都死了 还怕她干什么 我也要去 雪庭 别 不行 那些邪碎本来就是冲着你来的 你去了 岂不是自投罗网 对啊 雪庭 你还是在家待着吧 难道待在家就安全吗 再说了 你们为我出身入死的 难道就让我躲在里面什么也不做吗 白叔叔 你快劝劝雪庭啊 我劝过了 她不听啊 你们也说 她是趁我来的 说不定只要我去了 就能知道他们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不是吗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去 我量那些邪碎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雪庭 待会儿到了山洞 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你可躲在我身后 我会保护你 谢谢你 五爷怎么没来 五爷身体还未恢复 回去调养了 原来是这样 你确定就是这个山洞 没错 就是这里 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你确定就是这里吗 我没有必要骗你们 你们不敢进去 我先进去 走 进去看看 果然就是这里 大家小心 雪庭肯定就在里面 五爷 没事 一切由我 大惊小怪 成何体统 我现在就收拾这些脏东西 慢着 这邪碎 寒居在这里这么久 自然会摘远些阴气 我们这些活人在阴气的行动 自然会引起阴气流动 自然会引起阴气流动 正常现象不是邪碎 我错 整个山洞 虽然充满了浓郁的阴气 但并没有邪碎 应该是这些鬼先离开了 山洞 还没有被这些野鬼给占领 原来是这样 胡闻娘 你说的棺材 应该被那些鬼先给带走了 我不知道这里会发生这些事情 野八 这些事情也并非是你的错 不过啊 我觉得这山洞里面 应该还有些东西 走 再去看看 走 好 这个棺材果果然不在了 看来这个棺材 跟鬼先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鬼先会不会在守护着那个棺材 还有可能 可是 这跟雪亭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看 那是什么 这个就是坐在棺材上的那个西服墓 不好 有些队附着在那个墓楼上 正好 这家伙的声音能够迷惑心智 不要听 是木偶的声音 一定要解决掉 马叔叔 你冷静一点 优雅 是不是你用我的天杀 这里就能破了它 我也不知道啊 不管了 好 好 臭小子 我就不该带你来 你的天杀之心用的越多 对你的烦事就越严重 没事 只要能够救你们 就算死 也值得 小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罗爷 我刚刚是怎么了 你刚刚被木偶蛊惑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罗爷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吗 没事 这点小伤还死不了 来 起来再说 你跟木偶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好 不好 整个木偶还并非同意 就凭你们还想对付我 那就是天杀之心 我这部身体 不具任何杀体 爹 别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把它切成两半 把我爷爷放我 把白雪亭的灵魂交出来 不让我杀了这个老家伙 别 我跟你走 你放我他 我把我的魂魄交给你 你放了雪亭吧 你的灵魂 我要你的灵魂干什么 我要他的 快点 不要 我给 清清不要 罗爷 别动 好 我不动 清清不要 你现在很嚣张啊 我当时救你 就是个错误 神官之一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找你 神官之一 快把那魂魂抓住 不用你说 神官之一 不要多管闲事 我来这里就是多管闲事的 我来 我来 当初就不应该救你 不救你 也不会有这么多事情 救他 难道你之前见过他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你 告诉你有用吗 我不过是跟他见过一面 他的来历我照样不清楚 可你为什么要救一个邪随 神官天一 一人一鬼 我找他 他就应该给我医治 可是你非人非鬼非妖 你不过是一个木头而已 我当初就赶你心术不正 没想到现在在白家村弄出来这样的事情 白家村 我劝你最好别管白家村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照样不会放过你 你威胁我 是不是威胁你 是谁就知道了 谁也不能打扰我的计划 说 你到底是谁 不然我现在就烧死你 想要知道我是谁 你还没这个资格 阻拦我的人都得死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看好这件事情 想不然的话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之一 是 住手 快把木偶拿过来 你为什么要毁掉这个木偶 那留着他干什么 这木偶 是我们找到对方身份的唯一线索 你竟然想毁掉他 神官天一 你到底是谁 你跟这欺负木偶 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只是和他见过面而已 不可能 你肯定跟这个木偶有关系 你帮他过头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帮那个邪税 神官天一 你跟这些邪税在一起 就不怕天到凡是吧 我说了 我跟他没关系 哼 你以为我会信吗 我相信他 臭小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爷爷 死不了 但是如果跟傀儡木偶是一伙的 之前就没有必要帮我们 他可能也是被媳妇木偶给骗了 什么 他也被骗了 你怎么找过来的 你身上有我的命格 我能够感应到你在哪里 原来是这样 你过来也是为了木偶的事情吧 没错 他确实曾经找过我 谁 神官天一 还请救救我 木偶生魂 怎么可能 神官天一 我替雷生魂 也是应远而生 如今能找到神官天一 也是缘不所致 还请神官天一 抽手相助 木偶生人魂 木偶生人魂 导致你的木偶之躯 成不下你的灵魂 所以你身体出现了裂痕 对吧 神官天一所言甚至 还请神官天一救我 我救人 救鬼 救妖 你非人 非鬼 非妖 我爱不能助 神官天一 我已生魂 便是人间生命 神官天一既是救人 这是你的指导 你不能将我去与真门外 木偶生魂 我闻所未闻 你从哪里来 又如何生魂 与我说清楚 不然我不会帮你的 我 在一个山洞中醒来 山洞 他说的就是这个山洞吗 就是这山洞 他当时坐在棺材之上 醒来后迷茫地看着周围 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 既然木偶生魂 那应该是懵懂无知 为什么反而知道 你的神官天一的事情 我猜测 这应该不是木偶生魂 而是棺材里面的东西 借助木偶的身体 重新活了过来 重新活过来 怎么可能 人死之后魂归地府 他既然已经下葬 魂不就不可能在人间 怎么会活了过来 或许 有一个可能 就是那个尸体生了魂 魂却没有在尸体上 反而附着在了木偶身上 至于神官天一 来源可能是尸体主人的记忆 这么说 想要找到木偶的事情 那就需要找到尸体了 只有摸清楚尸体是怎么回事 才能知道木偶的来历 应该是 你知道尸体的来源吗 并不清楚 或许咱们可以从这些木偶身上得到消息 对 那傀儡木偶和棺材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端弓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上面写的什么 怎么了罗师傅 端弓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你知道端弓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 女巫就在神婆 男巫就在神汉 可是你看这里 这有鬼脸标志 这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应该是鬼脸端弓 鬼脸端弓擅长用木偶来沟通傀儡 这就是鬼脸端弓经常用的木偶 鬼脸端弓早就已经泯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咱们怎么才能找到木偶的来列 或许我有办法 在平康村还有一位鬼脸端弓 真的 如果我们真能找到那位鬼脸端弓 我们或许就能知道如何处理那个木偶 是为止 走吧 我便先回了 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雪庭 你们先回去吧 我和爷爷去就行 嗯 爷爷 这是什么人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就是最后一位鬼脸端弓 他平时不出门 我也没有带你见过他了 自然就不晓得了 你把爷小鬼 崔平 别忙了 你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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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脸端弓 木偶同理 这东西你从哪里带来的 这东西可是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临 知道 但是我必须要见见那个叫白雪庭的女孩 你真的知道 老赵 我可跟你说啊 这个木偶黑蕾可厉害着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木偶应该就是我爷爷做的 那官博 就是我爷爷的官博 什么 你爷爷 你爷爷的官博 你不知道在哪里 我爷爷曾经是有名的鬼脸端弓 无论是达官贤贵 还是地方豪神 那对我爷爷是公敬酒家 只可惜 我爷爷用木偶控轨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就离世了 我听说 爷爷过世的时候 是奶奶一手操办的 用的就是爷爷一身制作的木偶 奶奶找到人 找到山洞 进行了洞葬 这么说果然是你爷爷 噢 事不宜迟 你能找到那个官博 处理到这个木吗 这 先过去看看白雪亭吧 何师傅 像 太像了 怪魂魄会照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 他真的能对付鬼仙的事情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知道 这是我女儿 不 你们不知道 难怪 这木偶会找上他的魂魄 他 他就是我奶奶的灵魂转世 你开什么玩笑 我是谁的转世 灵魂转世 难道是这木偶 想让你的爷爷和奶奶团聚 我奶奶和我爷爷感情非常好 他们是在戏台上认识的 我奶奶非常喜欢听我爷爷的戏 这木偶曾经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定期性物 那既然您这么说您是有把握处理木偶 我赵氏医生本里 那个皮毛都没有血伤 要想处理着木偶 非常难 这么说 我真的没解了 我赵氏秘籍 全在家中 如果现在有人在短时间学会鬼脸端弓的戏 那对付木偶自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 我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奇人 爷爷 你看我 阴阳破纱命一旦激活 学习能力是会疯狂提升的 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鬼脸端弓戏 真的 对 但是利用命格 你的寿命也会急剧所短 这个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不处理鬼仙 谁都无法脱身 鬼脸端弓戏 以鬼脸于木偶 作为能力 以身体的姿势 沟通神灵 书中竖法 沟通天地 以有操作傀儡之术 奈何海色深奥 我难以学会 如果你现在学会 我鬼脸东东 算是后继有人了 沉浪 你学会了 我鬼脸观光 后继有人了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如何引出木偶 解灵还需细灵人 那木偶既然找上白雪亭的魂魄 我们就用魂魄来引出木偶 如何引出来 搭台唱戏 这真的能行吗 我爷爷和我奶奶 因戏相识相爱 拿木偶看到这一幕 帝尔来 他来了 爷爷来了 臭小子 继续唱戏 好 这胡三爷 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胡三爷 还是那个末 末 末 娘 是您吗 我 我是 娘 你已经醒过来了吗 爹在里面 挡着您哪 爹在里面挡着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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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不该在三界之中 竟然身处身流 危害人间 该当何罪 知罪 我不知罪 我让我的父母团聚 何罪之友 谁也不能阻我 谁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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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 还执迷不悟 她不是你母亲 你也不是她的孩子 你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无魂野鬼 速速离去 好 再来才对鲜掉的肉身出来 我就回来这木偶 好 好 我从鲜掉出来 你别毁人木偶 三爷 三爷 你怎么样了三爷 三爷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封印他的灵魂 我快抓不住他 臭小子 掌能耐了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还没有 还没有 这木偶的灵魂 不是已经被封住了 木偶是被封印了 可是木偶的灵魂还在 只有将木偶的灵魂 彻底的泯灭 这将才是真正的结束 那如何毁掉这木偶的灵魂 烧了 不仅是木偶 连棺材都一块烧了 烧了 如果真烧了 那你爷爷存在世间的唯一东西 就永久消失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那是唯一的办法 老人家的尸体 长期处在阴气中 恐怕有尸变 再这样下去 恐怕要变成僵尸啊 僵尸 木偶之所以出现 是老爷子的迟念太弱 木偶也吸出了老爷子的迟念 这在老爷子的身体上 滋溢了灵魂 混合了迟念 形成了木偶 如果这样的话 也只有烧了这棺材 现在开关 里面的老爷子接触的人气 可能真的会失变 不向此次 赵水亭 为了人间的安宁 为了木偶的迟念 不走上去 被迫烧光 让爷爷在九泉之下 原谅三二 开始烧光 这 这是哪里啊 爹 娘 爹 娘 你们在哪啊 你们在哪啊 爹在里面 娘在外面 娘在哪里呢 我要把娘找回来 让娘和爹团聚 爷爷 一路走好 终于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我女儿总算是安全了 爷爷爷 我也结束了 终于没有厉鬼要找我索命了 行 咱也回去 你这个阴阳扑杀命 还得处理一下呢 三爷爷 你真的活不过来了吗 三爷 三爷 你真的活不过来了吗 三爷 如果你活不过来了 你想跑回来吗 你想跑回来吗 你 你竟然没死 我好 肯定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